花蓮池基医院23号分享泌尿部达文西微创手术成果 其中有超过一半帮助摄护腺癌病人做根除性摄护腺切除手术 泌尿科达文西团队不仅在临床帮助病人 相关研究跟在2019国际尿控协会年会获最佳论文 并在2023年国际尿控协会年会发表 达文西膀胱阴道楼管修补术的影片 与世界各国的专家交流 花蓮池基医院启用达文西机器手背系统进行微创手术 而这样的手力运用在泌尿科根除性摄护腺切除手术 今年迈入了第十年 同时也引进了全球最新的第四代达文西XI系统 并在9月20号完成了心肌的手力 可以更精确的避开很多重要的神经跟血管 它可以减少更多的出血的可能性 跟器官的伤害 慈激医院泌尿部郭崇漢主任指出 这是全球终身科学影响 领尖的科学家 在经验的丰富下 泌尿科达文西微创手术医师运用之下 让花蓮拥有一流的医疗设备 一流的团队来帮助乡亲解决病痛 记者凌杰花蓮寺采访报道